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臺灣團結聯盟的立法委員 羅進聰 歡迎大家收看臺灣 公眾的節目 臺灣的悶經濟 造成學生畢業後失業率嚴重 使得薪資水準倒退到十六年前 到底這是景氣的問題 還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事實上 臺灣的職業教育 原本施法於德國 日本的制度 主要在培養從業人員的實用性技能 通常通過的職業教育 可以使受教育者獲得和提高 從事某種職業所必須的知識 以及技能 所以已經有相當的基礎 對臺灣經濟的發展 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但是傳統的世代戶思想 長久重視普通教育 忽視技職體系的教育訓練 所以國內的對技職體系投資不足 是個事實 而且技職學生多半來自於弱勢的家庭 投身技職體系是為了及早就業 爭取改善家庭生活造成個人的發展局限性 故技職學校通常是設備不足 失之不優 則又剝獨了技職生歡生的希望 這也是臺灣經濟發展遇到的困境 今天面對加入WTO的國際競爭 以及知識經濟的挑戰 傳統的技職教育 除了有從事某種職業的準備 還要有系統的提供有關專業的 智能態度和理想的教育 所以技職教育應該擴大領域 成為職業生來準備之教育 才能迎上時代的需求 我們不只需要有尖端科技的人才 也需要有高水準的工程師 技術人員維修人員等資源配合系統 才能把研花成果落實 化成實際的生產線與產品 目前臺灣正值就業黃金期的 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青年 百分之五十七的協力在大學跟研究所以上 然而任何一個製造業的一個結構 都是基層勞工 佔七成以上的人力 管理等白領工作只佔一層到兩層 學生結構與產業人力結構嚴重脫節 以及是教育系統的人力供應 以社會的人力需求嚴重失衡 這就是產業高切工 清零高失業率 雙高現象的主因 所以如果政府不對陣下藥 不但高科技產業發展會陷入窘境 傳統產業也會漸漸沒落 所以強化技職教育 活化國內產業 正是臺灣目前的當務之急 今天我們就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禮拜再會 謝謝